赵总 赵总 你等一下 前段时间 你们公司有一位 离职的员工叫做宁夏 他现在在我们公司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才拒绝跟我们合作吗 总之 我们跟麦威的合作 是摆在第一位的 如果您是因为他的原因的话 我们会让他离开的 我没有拒绝跟你们合作 让宁夏来谈吧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让宁夏来接这个案子 他之前在你们公司工作 工作起来应该会很顺利 那就下周让宁夏来我们公司谈这个案子吧 谢谢 宁夏 到办公室里的 赵总 这外面游客都等着呢 要不回来再说吧 不用点团了 赵总 我今天就迟到了一分钟 而且是帮楼下小王拿快递 所以我就 以后啊 想迟到就迟到 保证没人管你了 江总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找借口的 你扣我钱吧 扣多少都行 我求你别开除我了 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的 没人说要开除你 我是说以后不用太团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的业务组长了 什么 我们要和麦伟合作 江总 我还是当导游吧 第一呢 我喜欢当导游 第二是万一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给公司带来麻烦吗 你要是不做 那才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不是 江总 那个咱们公司那么多优秀的同事 都比我合适 江总 不瞒您说 其实我刚刚从马尾出来 我这才踏进去 感觉自己跟无间道似的 这样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可适的 那些我都知道 赵丹桥很器重你 所以他们是点名 要你来做这个组长 咱们公司刚成立 规模小 买尾 被口蓝桥国际的一个大树 但是跟他合作 对我们太好了 咱们公司的效益 今天特别差 你看同事们 那么努力地工作 你就整形看着他们 用公司倒闭而失业吗 这样说吧 今年大家伙的业绩怎么样了 那就看这些蛋了 大家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 和MyWay的对机业务组长 相信大家对我并不陌生 因为我曾经在这工作过 所以我更加了解 MyWay的理念跟诉求 这样对于我们的合作 会更有帮助 那下面我就来阐述一下 我们的合作方案 我知道MyWay是做 私人旅行定制出身的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 和一般的合作方案 我们旅行社也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 做的是专属于客户自己的旅游体验 这跟MyWay的 宁夏 你们旅行社 去年一共接了多少单 赵总 其实一年接多少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回答我的问题 你一个业务组长 不会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吧 你已经在这里说了五分钟了 赵总 其实我们公司去年 接的单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还处在 开枪拓土的阶段 但是 我们公司去年的盈利额 在同行业的当中 同比增长率是排第三的 你可以看出 其实我们公司的盈利模式 其实是非常有潜力的 林夏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 我怎么让你失望了呀 你以后不要跟别人说 你在麦威干过 在麦威学的那些东西 你都还给我了吗 刚才提案的时候什么样子 我是能把你吃了吗 林夏 我承认曾经是把心拆开 让你看到我最脆弱的一面 但是你 亲手关上了那扇门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打开塌了 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事情 影响到你的工作 当一扇门对我关闭时 既不绝望地徘徊不前 也不会拼命地敲门 想起那扇门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那几时是一堵墙 我现在已经和宁心交往了 你满意了吧 书冬先生 书冬先生 你好 你知道什么 是最惨烈的狭路相逢吗 不是一只对立的仇人 而是曾经相爱相知的人 我们最了解对方的软肋 和精心伪装 因此 亲心一统 就能让一个人 遍体鳞伤